他是天才 这是所有接触过他教练员 评论员和媒体人共同的认知 但他不仅在球员生涯连续败给酒精 甚至退役后从事清训工作时 都因为再次饮酒直播 抢了上海深花的头条 他就是毛建青 一个极具天赋 却从未达到拥有高度的前国脚 毛建青曾被认为是中国队风险的希望 他速度快 爆发强 技术好 拥有一名前锋完美的身形和肌肉 2002年 17岁的毛建青在亚青赛和世青赛上 收获了自己的进球 次年又一次完美试训 大动了何甲斐耶诺德 2004年的吐轮杯 他在对阵巴西的比赛中 大建立一例惊世骇俗的进球 他先是挑过了一名后卫 又扛住巴西球员将球打进 他扛住的后卫是未来马进铁位 菲利佩路易斯 他挑过的是将效率于切尔西的阿莱士 洞窗的门将 则是后来在西家打了十年主力的 迭戈阿尔美斯 在那一刻 这些球星都成了毛建青的背景 中国国庆也收获了第三名的佳绩 04年的中国球迷是幸福的 因为那一年的吐轮杯 让很多球迷看到了希望 但国家队的高光 并不能掩盖俱乐部频发的事端 2006年 上海生化时任主帅 吴金贵的宝马被人踹坏 警方在调取协业后 锁定了毛建青 而这还没完 2008年 毛建青在KTV与人斗殴 被刑事拘留7天 2009年 他又在短短一周内 先是从一线队被下放到预备队 再到预备队被停止训练资格 几乎以一种失重的速度 完成了向下的三级跳 时区的负面 终于让神花下定决心 与这名天赋出众的攻击手分手 毛建青离开神花的时候 不过24岁 最后几年 他辗转于陕西产霸 杭州绿城 北京国安 青岛中能 石阿庄永昌 上海深心 在这期间 他留下了两个被球迷津津乐道的进球 代表审计惨霸出战的他 面对神花取得进球后 做出了割吼的庆祝动作 而代表国安 却杀神花后 他脱掉球衣 绕场庆祝 但即便有了惊世害羞的进球 这名浪子对于美之球队来说 都是过客 即便在中超漂泊 毛建青也依然会因为场外新闻 登上头条 他在效力上海深心期间 因为和江志彭在宿船内打架 而被开除 当时有记者专闻 不会再有球队 要毛建青了 但是 真的吗 2016年年底 上海深花队漂泊的游子 重新敞开了怀抱 毛建青落影归根 重新披上了深花的战袍 在重返深花的发布会上 31岁的毛建青气不成声 泪水打动了无数深花球迷 回归后的首场联赛 他又在和江苏苏宁的比赛中破门 进球后的毛建青 向深花球迷看台 神神鞠躬 而几个月后 他又完成了代表深花的第一百场比赛 2017年中国组结杯决赛第二回合 毛建青在下半场替补登场 与深花一同举弃冠军奖杯 那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冠军 从少年成名 年少轻狂 再到颠沛流离 女士旧主 最后力尽千番 兜兜转转 无愿回到深花 夺冠退役 成为深花清讯教练 如果没有这次直播事件 这本是足谈一个浪子回头的圆满故事 但如今 只能让球迷摇头叹息 如果他不喝酒呢 但无论是人生还是比赛 都是没有如果的